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老爷 我不仅要对皇上负责 也要对宝敌的百姓负责 对得起百姓就是为皇上负责 如果我身为支县 却前怕狼后怕虎 那么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 可是 老爷 不要再说了 不是 就是 这行财 你们只需回去各自整理好材料 包给我的所属名册一定要准确 不能有误 我们要用数字来说话 有了数已经有了理 好了 下去吧 是 是 可是 走吧 走吧 是 老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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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爹 给干爹请安 来了 人我可给你带来了 这位就是卓善官 有了他 咱们就不用担心阉阁的问题了 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外边风声虽紧 不过人我已经走物色好了 这回大多是大户人家的学生马 定会使干爹满意的 这还差不多 这样的人家 会舍得让自己的儿子当太监 这我就不管了 当然舍不得 我们得智取 到时候肯定会把这个地面 闹个天翻地覆 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对呀 换个地方再做呀 告诉干爹一个好消息 元皇的儿子也在其中 元皇 你连支线的儿子都敢碰 他是我家的侍仇 家父的家产 我的前程全都断送在他手中 这回正是我报仇的好机会 这个元皇 教训教训他也好 听说他要奏请皇上 让运送银鱼改走水路 还要捡税 你看看他折腾的 银鱼走了海路 那不又要断送我们好几条彩路吗 而且那些孩子不是计划跟御鱼车一块走吗 这下岂不泡汤了吗 所以要教训教训他 让他少管闲事 没错 这两天元皇要到京城 趁那个时候下手 干爹 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好 来 我这次到京城去递奏章 可谓是福祸参半哪 事成了是保抵百姓的福祉 如果不成 则由我一个人来担持 与诸位绝无牵连 老爷 一定要见机行事 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这些年我努力修正自己的行为 行善积德 才突破了命运的定数 我要用自己有限的生命 去造福百姓 可是老爷 这次就算上京亲自递奏折 您官居七品 也没有机会见到皇上啊 你的担心是对的 我就是怕折子在中间被扣押 所以我才亲自进京 如果内阁不接见 我就在资荆城前常规不起 相公 我明白你的心意 少元 天气 快给爹爹跪下 保佑爹爹一路平安 顺子 小顺子 把这个拿上 这什么呀 你忘了 就是我昨天赶着坐的那个 顺子 一路上要照顾好老爷 放心吧 也要照顾好自己 听见了吗 放心吧 翠莹 我和老爷一定会批安回来的 翠莹啊 等我 起来吧 我走了 你们要听娘的话 等着我回来 听话啊 来 一路上小心了 你放心吧 保重啊 老爷 保重啊 一路上小心啊 老爷 保重 小顺子 快去 老爷 走了 顺子 照顾好老爷 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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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保重啊 保重啊 小心 老爷保重啊 保重啊 老爷保重啊 保重啊 老爷真以为你听你的名是不妙的 我在堡底见过好几任县令了 像这样的县令我还是头一遭见证啊 是啊 见了这位县令 最惭愧 望东圣贤书啊 妈妈 你能修好吗 妈妈当然能修好了 你看 不是转了吗 你看 你看 妈妈再给你修一下啊 你看 好了吧 好了 快去玩去吧 好吗 乖一点 休息会儿吧 好 老杰啊 我最近 我心里老感觉好像出什么事一样 那有什么事啊 大家不是好好的吗 别胡思乱想啊 不是 我就是觉得这心里面 特别的发慌 什么 特别发慌 前段时间 你帮我判案 打理衙门里的事 忙忙碌碌 风风活活 倒觉得踏实 可现如今 各方面各方面都治理的差不多了 你倒觉得不踏实了 你啊 是不是想咱们家少园了 对啊 还是你明白我 好像真是什么回事 是 这好办 你可以去看他吗 或者把他接回来住 现在天气也大了一些 灵雁也会走路了 可以把儿子接回来了 对 听你这么一说 终于明白母子连心这句话了 我明天就去保底 把咱们的孩子给接回来 好 老爷 老爷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呀 老爷不是要到紫禁城外跪着吗 天气凉 地又硬 我怕你收不住 所以就让翠英给你缝了个垫子 绑在膝盖上就没事了 你把那机灵劲都用在这儿了 你呀 不用 我说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这次啊 我是想见首府申大人 一来呢 他是我的同乡 为人正直 而且呢 又是张大人推荐上去的 同时 还是我的好友 分开智的恩师 所以找他应该不成问题 知道了 老爷 兄弟们 发财的时候到了 你们每个人 必须在三天之内 给我弄两个细皮嫩肉的孩子回来 老爷 我们这一闹 保底怕是要闹地震了 哼 我就要让他闹地震 李三 李三 知县的儿子 无论用什么办法 也得给我弄到手 明白吗 弄回来容易 下一步咋办呢 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就远走高飞了 到唐山那一带再坐 到时候 我保证 我保证你们每个人 吃香的喝辣的 别人都不怕 就怕之前老爷的公子被善了 咱们跑得再远 也脱不了干系啊 怕什么怕 天大的事我一个人顶着 你们不知道 那个袁皇跟我是冤家对头 要不他岁数太大 我真想把他也给上 老爷 何时动手啊 就看卓山官准备好了没有啊 我没问题 宫中的太监多半都是我善的 你们只要把人给我弄回来 关上他一两天 待他们的降劲一过啊 我只一刀 赶紧利落 三五天就结拔了 那我们兄弟能不能发财 就看上官你的了 没问题 沈大人 保底之县袁皇求见 保底之县 让他进来 是 保底之县袁皇拜见大人 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大人 在下虽然仅为一小小支县 但是却把守着京城的东大门 在奏折中所提之事 都是事关京都的安危啊 大人 在下虽然仅为一小小支县 在下虽然仅为一小支县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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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朝廷借鉴哪 你是一个有才学有胆识的人哪 多谢大人夸奖 坐坐坐 你不在京城不知道啊 皇上自从大婚以后 整天为国库空虚发仇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替减税减腹 恐怕会触怒龙颜哪 大人 被知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但是大人 保底东临大海 西街通州 距离京城不足百里 宫中所需物品的用度 大都取自该地 如奏章所说 连马草 卢夕 柴探 都有那里支付 太监到那里去 又如进仓库取东西一般 大人 这全县十多万人 这每年要服的摇印 超过了别的县数倍到十倍 这使得当地民不聊生 群起而逃荒啊 再则 当地因为领害 严谨严重 几乎不能生长庄稼作物 再加上地处酒喝下烧 大海一长潮 陆地就内涝 就算长出了庄稼 也时常是颗粒无收啊 大人 这别的地方闹出饥荒 尚无可虑 这保底一闹饥荒 这灾民四处逃荒 人口大量散失 这无疑是京都的东大门 再无屏障 大人 如果此避震不改的话 民怨沸腾 这万一惹出事端 这恐怕 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呢 好了好了 你把奏折先放下 我会转奏皇上的 但是皇上会不会同意 老夫就不敢保证了 大人 元皇恳请大人 容许我亲自见皇上一面 这次元皇下了决心 如果皇上不批此奏折 我就无言回保底 去见保底的十万父老兄弟啊 大大元皇 你是在逼老父老 不 你是不是担心老夫压你的折子啊 大人 下官不敢了 元皇只是在为民请命啊 下官本报一死之心 否则总是下官回去 为难以上父君命 下福百姓啊 哎 你可真是固执啊 以前老夫见过一个 貌似请见的人 你是第二个 大人说的 可是海大人 是啊 元皇不敢与海大人相比 但是元皇曾经答应过他老人家 会不起后尘的 哼 如此精神难等可贵啊 老夫 真是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你看 我这里事物繁多 如果贸然为你递辙 皇上恩准了倒还好 万一生气了 老夫就担担不起了 这样吧 我给你指条路 到时候就看你和保底百姓的造化怎么样了 大人 元皇明白 是 谋师在人 成师在天 请大人赐教 过来 你听着 三日之后 皇上陪太后到广化寺烧香 是为先皇在天之灵祈福 而且到时候他会乔装塔半前往 你要想见皇上的话 就要到那广化寺去求方丈师父 别的呢 就要看你和保底百姓的运气了 老夫可是冒大不为而帮你了 大人 元皇心里明白 好 起来 您不是在帮我一个人 是在帮十万保底的百姓啊 元皇谢谢您了 好 小家伙你干什么你 走 快走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见不到小顺子 衙门不让我进去 我们不敢告诉杨大伯 照他的脾气 如果知道了这些人的住处 非带刀劈进去不可 仇倒是爆了 他自己又该进牢房了 那怎么办 要不我们先探一探 然后再商量怎么办 也好 那我去看看 快 等一下 拿着我啊 对 好嘞 躲个点 躲个点 知道 去看看 老爷 老爷 干什么呀 老爷 老爷 给点饭吧 可怜可怜 想叫花吧 给点吃的 滚 老爷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什么行啊 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老爷 可怜可怜我妈 瞧这脏样 再不走老子一刀 把你给善了吧 不给就不给吧 干嘛这么凶啊 臭样犯的 应该把他留下 让我也试试刀啊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除了开门的 还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人 出来 快点 给你 放开我 来 倒人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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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看见几个坏蛋 背着一口大箱子 还有马带 院子里 看到他们又没干好事 要不 咱们分墙过去看看 这我 我不敢 你们不敢 我去 那你可要小心啊 是啊 你小心点 放心吧 能替县里抓住这帮坏蛋 我小玉头也算立了功了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你们就在这等着 管一我没出来 你们就跟我爹去 那你可得小心点 快 快 老实点 快 别出事 快 快 老实点 老实点 我看你能叫多久 你叫啊 来 闭老嘴 别急 我来救你们 谁啊 谁啊 谁在那边 你再叫我 小心我 善了你 我这就去搬酒兵救你们 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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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干什么啊 快去报告老爷 坏蛋我已经找到了 老爷不在包地 那 那顺子哥呢 小顺子和老爷一起去了 什么 都走了 对啊 哎呀 这个怎么办 杨大伯 不 爹 不好了 哪个坏蛋 抓了好多孩子回家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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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边书底下 你跟我来吧 那好吧 走 在哪呢 小鱼头 我 我那边走 走 还有多远呢 不够远了 不远了 你可别骗我 不会 快来 快走 回去 老实点 好 大功告成 走 快 快点 走 杨大伯 就是这儿 先躲起来再说 杨大伯 就是这儿 就在里面 也许还会抓人进来 咱们先等一会儿 好 阿弥陀佛 今日 太后和皇上 能亲顶彼此 为彼此尊光 老衲深感无比的荣幸 大师不必多礼 今日哀家是以平民的身份前来 所以不必惊动周围的人 你也不必 以太后皇上相承 免得引起麻烦 哀家 就请大师带路 到大雄宝殿 去为先皇祈福即可 老衲明白 请夫人和公子 随老衲入殿 好 老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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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藏脏 �borough 根本 孙奴 家 滚 海 北 shap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祖必能保佑我朱家长盛 就以你的意思办吧 老纳代表全寺僧众谢公子了 这帮畜生我要杀了他们为活着报仇 杨大伯 放开 杨大伯 要稳住 您忘了您是怎么答应袁老爷的啦 来 来 弄回来了 老爷 要的人我们弄来了 你看看 是不是袁皇的儿子啊 小的没抓到 我们弄了个大的 来 打开看看 来 不错 就是他 袁皇啊 袁皇啊 袁皇 让你的儿子当太监 比挖你的祖坟还难受吧 你让我九死一生 我就让了段子绝孙 把他关起来 明天第一个就杀了他 是 是叶公子 有人爬枪头 快去抓着他 绝不能留活口 走 快 快 小玉东 快去衙门报仇 我一起跑吧 我脚崴了 跑不了了 你快走 杀了 杀了他 杀了他 走 走 你这个上天害你的东西 令上盘啊 不要跑啊 快去抓着掐死他 是 走 走 如果走落了方圣 咱们一个也活不了 站住 你进来做什么 来寺庙当然是来烧香拜佛了 佛祖在上普多众生 难道他们可以进去 我就不能进去吗 对吗 方丈大师 佛祖面前当然人人平等 这位先生说得不错 大家都是静香的众生 进来吧 求佛祖保佑鲍迪仙的百姓 能够度过灾荒 保佑他们能够减轻 繁重的赋税和摇曳 如果佛祖有灵 则万民欣喜 如佛祖不同意 必定是了凡福报不够 诛杀之罪 了凡愿意一人承担 您保佑保佑吧 父亲 这个人好受面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此人不像一般人 你看他刚才所发之愿 是为保抵百姓解税妇 那种一定有什么隐情 方丈师父 你说我刚才所说的愿望 佛祖会保佑我实现吗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施主的愿望 是利于众生的 佛祖定会给予加持 方丈所言 给了我无比的信心 多谢方丈 我现在可以走了 阿弥陀佛 请问这位先生 你要去哪里 我准备去紫禁城前 常跪不起 请求面见圣上 你要见皇上 你认为他会见你吗 如果皇上是为明君的话 我相信他会见我的 这位施主 是佛祖派来的贵人 你的事情 还需靠贵人相助才行 我们也都是静香的乡客 只是刚才听见先生 所发之愿甚大 所以好奇想问一问 你到底为何想见皇上呢 我不瞒二位说 我是保底县的支县 至此来京城 是出为民请命来的 二位生活在京城 不知道我们保底县的现状 那里的百姓正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啊 连年的灾荒使得民不聊生 再加上朝廷的赋税和杂役 使得 使得包地的百姓 背景立乡卖儿卖女 生不如死 我这个做支县的 真是心机如焚 寝食难安啊 听说 广华寺香火望 特地过来敬香许愿 如若菩萨听到我的心声 一定会帮助我 施下我的心愿的 没错 如果你的愿望能够实现 这是为前代祈福 为后代造福的大善事啊 一定会得到无比的福报啊 这比重修妙语 再速谨慎的功德 还要更圆满哪 大师说得果真如此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大妄语 您怎么不劝劝他 他这是舍命尚书啊 我能举这么高 他认准了的事情啊 有谁能劝得了呢 我以为你要打我呢 况且这次他上书 也是为了百姓啊 不是为了自己 这菩萨啊 会保佑他的 就算是触怒了皇上 大不了我们回老家去 他行医 我重要 元皇能有你这样一位 贴心的知己 这真是他一辈子的福气啊 娘娘我要出去玩 好啊来 我也去 出去玩 崔英上哪儿去了 我们带孩子出去玩吧 好好 奶奶奶奶奶不好了 少元不见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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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不好 没有看好少爷 都是我的错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呀 连个孩子你都看不住 这少元 少元他跑到哪里去了 前段时间 玉田县出现上孩子的事情了 你可千万别吓我呀 倒计四处派人搜捕 说是往西边跑了 西边 西边 哎呀 宝敌不正在西边吗 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在镇上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有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看见啊 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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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不在保佑 不在保佑 少元是上前卫免出尸 这人怎么 你知道吗 这人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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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听说他要见皇上 跟站着 哎 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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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 聊 啊 听说呀 他要见皇上 说为保佑的百姓 肩肩虽腹呢 哦 这好事耶 flop 老心椁驾那个官 剁装啦 就是 该 machen的 要是再是爱半个时辰啊 大 怕他就顶不住了 这不 fellows 这可口令的太严了 哎 冰眼 今天谢老爷不在 你明天在哪儿 我求求你啊 我有急事呀 我儿子昨天夜里 忽然坐家就不见了呀 那你卸个状子 乘上来吧 我能过急吗 我们要见直线大老爷我们 你又有什么事 我儿子今天一大早去私宿读书 可私宿先生说我儿子没去 那你再去找找看 我找了呀 我找 大哥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啊 今天真怪了 劲儿连三地丢孩子 莫不是 莫不是什么 莫不是阎哥孩子 当太监的那帮人又来了 哎呦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办呢 不好了不好了 这衙门外的乱成一团了 怎么了 做什么事了 很多人家都丢了孩子 一定是那帮上孩子又来了 快走啊 走带我去 快点 奶奶 奶奶 哎呦 你真不容易 哎呦 你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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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 就是啊 好本人也不见的 就是啊 哪那么容易啊 皇上御旨 让求见者 到文华殿 进见 你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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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行 好 好人 保重啊 好人 好人 好人在 你真不容易 卑职元皇 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此座 卑职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 你的胆子很大呀 我们好像见过面 皇上真是好记性啊 若干年前 我们在国子见 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哦 就是你 当年朕在深宫内 对百姓的疾苦 一无所知 是你告诉了我 后来 我回去问首府张先生 他给朕一五一十地讲了 你当时并没骗我 不过 当年我年纪尚小 对很多事 也无能为力 我明白 但是现在皇上 已经亲政多年 很多事情只要皇上一句话 百姓就可以从水深火热中 解脱出来了 如此看来 你在广化寺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朕的身份了 请皇上恕罪 下官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只为能见皇上一面 为百姓求福 你难道就肯定 我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吗 回皇上 下官相信皇上 一定会恩准的 你这么有信心 就不怕我罢了你的官 或是杀了你的头吗 下官既然来了 就不怕 下官是在为百姓祈求 相信菩萨会保佑百姓的 就像皇上 您在佛祖面前 为先皇祈求一样 我相信佛祖 也一定会保佑先皇的 朕可不敢跟佛祖相提并论 可是您 您鬼为天子 是上天派下来为百姓造福的 也就是百姓的贵人的 是替天行道者 所以袁华 这次斗胆来到皇上面前 来觐见皇上 相信圣上 一定会做出英明决断的 哈哈哈哈